欢迎收看50种室内植物养护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一木花卉的主理人陈一木 今天让我们来开启第9堂课 在第9堂课当中呢 我们要学习的是广东万年青的室内养护技巧 那广东万年青呢是天南星科的植物 在我们室内盆栽里面可以说是建的最多的之一了 因为呢在各种各样的公共场合 尤其是办公室啊 广东万年青可以说是一个常备花卉 很多人都喜欢养它 为什么呢 因为好养啊 放在室内养着不动它 它基本上都长期保持这个绿色 而且它的叶面积比较大 大量的绿叶呢 也能看着让人心情很好 适合在室内养 但很多花友其实并不了解它的习性 导致很多人真正在家里来养万年青的时候 经常就把广东万年青给养死了 这个很可惜 那它到底应该怎么养呢 我们来看吧 首先很多花友有疑惑 说养万年青养死了 那为什么会养死呢 我调查了一下 90%的花友养死 都是因为冬天受冻了 因为很多花友不知道啊 万年青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怕冷的植物 比我们室内的绝大部分花卉都要怕冷 在冬天低于15度 它就容易发生黄液 低于12度就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很容易在冬天被冻死 它是一种热带植物 很多花友特别是南方的朋友 没有暖气 室内啊 有时候在冬天低于10度 低于5度都有可能 那这个温度的话呢 它是接受不了的 很可能被冻死 所以到了冬天 广东万年青的正确养护呢 是至少要养在高于12度的环境里面 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没有生命的危险 所以冬天不要再让它受冻了 在光照方面 万年青几乎是没有任何需求的 它就是一种非常喜阴 非常耐阴的植物 所以我们在室内养的时候 可以把它养在一个完全没有光照的室内环境 它也可以健康的生长啊 因为室内呢 经过阳光的折射 多少有点散射光 这些散射光就能够满足它的生长要求了 相反 你不能把它搬去晒太阳 一旦晒太阳会大面积的黄液和枯液的 这个就是万年青关于光照的习性 再来说一下万年青的浇水问题 给万年青浇水遵循的原则是宁少物多 情愿呢 给它少浇一点水 也千万不要浇水太多 一般呢 我们浇水的方法呢 是用手摸一下土壤 感觉它的土壤里面干燥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补充水分就可以了 保持这样的一个浇水习惯就行 千万呢 不要在它的土壤还非常湿润的时候 就给它浇水 这样的话呢 容易导致积水 像这样的植物啊 一旦积水呢 很容易发生黄液和枯液的现象的 所以宁少浇也不要多浇 接着来教大家一个 让万年青的叶片保持翠绿的小技巧 就是一定要保持喷雾的习惯 就比如说 你的万年青是养在办公室里的 那你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你就呢 给它的叶片 像这样拿一个小喷壶 放在你的办公桌上 每天早上上班 给它喷一遍喷一遍喷一次雾水 然后到了下班的时候 你再给它喷一次 每天早上上班和下班 喷着两次就完全足够了 这些水柱呢 粘在叶片上就能够增加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防止叶片发生黄液和干尖的现象 效果非常的明显 这一点非常重要 给万年青的家庭修剪主要集中在枝条的下方 因为万年青的叶片代谢的过程 就是从最下方的叶片开始代谢的 所以说呢 当你发现万年青的下部叶片产生了这样的枯黄现象 你根本不用担心 因为这是正常的叶片代谢的过程 叶片呢 从下部开始凋谢 这个是它的特点 所以说我们在家庭给广东万年青修剪呢 就主要集中在修剪下部的叶片 像这样的枯叶 我们可以及时的给它清理掉 不要保留上面 是没有一点作用的 此外的话呢 下部这种非常非常的嫩的老的叶片 有嫩的有老的 在下方都不需要保留 这些叶片的话呢 在下面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而且还会非常消耗养分 所以在下方的这些叶片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修剪掉 保持它上面的叶片一个好的一个观形 减少下方叶片争夺养分 像这个也是长在下方的 这个下方叶片呢 我们也可以给它及时的清理掉 养护万年青呢 就是这么的简单 它是非常好养的 以上的操作已经可以保证它在你家里 在室内能够健康的养护了 那如果你有更深层次的追求 那一目建议呢 你更要学会一个其他的技巧 就是施肥 给万年青我定制的一个施肥方案 是最简单的施肥方案 我们可以采用呢 控室施肥法啊 就是使用呢 控室营养力来进行施肥 拿到控室营养力呢 我们可以每隔四个月啊 往它的这个花盆里面倒一点控室营养力 倒一点呢 然后呢 用土壤把这个控室营养力呢 买起来 买起来之后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每隔四个月使用一次就行 因为这些控室营养力啊 它是一种控施肥 它的肥料可以缓慢的四个月持续的释放 让它持续的吸收养分 这样的话呢 你一年只用施肥三次 就可以保证它一年在家里 都可以有充足的肥料进行生长 这个就太划算了 是一个懒人施肥法 非常的实用 最后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万年青的繁殖方法 一般的话呢 广东万年青 我们在家里最常用的繁殖方法 就是分株繁殖 一般的分株繁殖的时间呢 是在每年的二三月份 就是春季的时候 开春的时候呢 你可以比如说 我这颗万年青有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有六个啊 这个净干 那开春之后呢 我可以把这分成两盆 一盆呢 保留三个净干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从一盆万年青 获得了两盆万年青 这个就是万年青的分株繁殖方法 是最简单的一种繁殖方法 在家里是最适用的 如果你的万年青养了很多年 它的净干很多 你就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给它进行繁殖 在每年开春的时间 不要错过了 好了 那这堂课 关于广东万年青的养护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要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哦 养化 看一幕就好了 大家要继续学习下方的课程哦 大家要继续学习下方的课程哦